马来西亚曲线走生 单日通报确诊7105例 为了不让疫情拖垮经济 政府将推出工业疫苗接种计划 为在封城期间 仍需工作的经济产业人员施打疫苗 日本新增确诊人数微幅上升 最新通报2643例 政府未加速疫苗接种脚步 将从21号开始 为企业职员、大学生和教职员施打疫苗 南韩在时隔5天后 新增确诊数再度超过600 过去24小时新增677例 随着莫德纳与教肾疫苗陆续运抵境内 政府盼望在6月底之前 能达到为1400万人 施打首剂疫苗的目标 印度单日新增13万3000多例 近日5G网络会传染新冠病毒的假消息 在社群媒体上疯传 不少盲目民众开始大肆破坏5G基地台 让电信商在营运上陷入困难 越南区线持续波动 最新通报251例 本土疫情持续延烧 担心疫情冲击科技链 政府也要求三星电子等企业 为旗下员工寻找疫苗 而鸿海集团则与当地政府合作 让在北宁桂吾厂区的员工 能够接种疫苗 印尼近两周的新增确诊数都在5000到6000多徘徊 但过去24小时区线微幅下行 单日新增4824人染疫 全国累计确诊数超过182万 超过5万人染疫不治 美国区线再度爬升 新增确诊数来到12000多例 当地媒体报道 又超过50%的民众 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超过40%的人完成两剂接种 法国区线下降后再度走扬 单日新增9848例 当地卫生单位表示 勇望在今年夏天 开放让16到17岁的青少年 前往接种疫苗 英国最新通报3165例 近日疫情较为趋缓 加上政府大规模加速疫苗接种 在1号出现了自疫情爆发以来 受刺单日零死亡案例的记录 德国单日新增2990例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 不过公部门把疫情风险等级 由非常高降至高 是今年以来首次调降 显示新增确诊数有慢慢减少 西班牙过去24小时 新增4388人染疫 虽然疫情曲线微幅上升 但整体疫情趋缓 政府也考虑最快在6月中 就能松绑室外强制 佩戴口罩的规定 既然疫情提供 中国人的影响